俗话说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可是转头想想,这世上有谁能真正给你依靠,靠父母,靠朋友,靠关系,都只是暂时的,靠得了一时,靠不了一世,人这一辈子,不要总指望依靠别人,别人帮你是勤奋,不帮也不可强求,靠来靠去,最后才发现,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 我的前半生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好,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,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,抽筋扒皮,才能脱胎换骨,除此之外,没有捷径,没有人会永远给你依靠,你才说,不能听命于自己者,就要受命于他人,依靠他人,依附他人,就得看他人脸色,事事受命于他人。 自己不独立,被人左右是必然的,又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? 这一事很长,总是依靠别人,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,是不会真正得到安全感,无法真正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没有人会一直给你依靠,一直无条件地帮助你,父母会老去,终有一天会离开你,亲人不可能一辈子配在你身边。 如果产生矛盾,朋友也不会每次都帮你,甚至可能会背叛你。 我有一个朋友小徐,从小娇生惯养,三年前,家人做风险投资,一夜亏掉近千万,父亲跳楼自杀。 小徐离家出走,整整三天,音讯全无。 家人还有朋友,到处寻找,怕他想不开。 直到有一天,他深夜回到家,蹲在母亲面前,哇得痛哭一场,然后擦干眼泪说,妈,从明天开始,这个家由我来扛。 后来我问他,这些天到底去哪儿了? 他说去了工地和医院,在工地里,他看到无数的农民小哥,和他一样的年纪,却在水泥堆里苦苦讨生活。 在医院的走廊里,他亲眼看到有人出车祸,被送进急救室里,受着巨大的痛苦,却拼命想活下去。 我有手有脚,过了二十多年舒服的日子,有什么资格不好好活下去。 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刻,甚至想过死亡,万般皆苦,为人自渡,你就是自己悄无声息的百度人。 这世上最安全的,一辈子都靠得住的,永远不会背叛你的,只有你自己。 与其依靠别人,不如依靠自己的能力。 只有自己强大起来,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,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。 靠自己才是王道。 汪国珍说,机会靠自己争取,命运靠自己把握,生命是自己的画板,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着色? 求人不如求己,靠人不如靠自己。 这世上,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帮助你,靠自己才是王道。 我们都是平平凡凡的人,没有光辉显赫的背景,没有先天优越的佳境。 我们的每一天,都有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,一步一个脚印,才能走出一条阳光大道。 马云高考两次落榜,因为相貌,求职屡屡被拒。 摆地摊卖过袜子,登三轮卖过杂志,四次创业失败,失声痛哭,创办互联网公司时,被人当成大骗子。 周润发家境贫寒,做过酒店服务员,邮差,推销员。 在洗车行打工时,来了一辆劳斯兰斯,周润发摸了一下车身,车主轻蔑地说,买不起就别碰,说完,把钱甩在周润发脸上。 李宗盛草根出身,考了两次,仍考不上大学,家人对他不抱任何希望,就是让他在家帮忙送煤气罐。 人家电话打过来,他就穿着拖鞋,扛着煤气罐,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。 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自立自强,努力走好每一步路,最后这些平凡人,靠自己走出辉煌的人生。 正如李宗盛所说,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,为了更好的未来,拼命努力,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。 命运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 一个人最终的归宿是自己,美好的人生从来都是靠自己成全,自己没本事,靠谁都没用。 要想得到赏识,先提高自己的能力,要想得到信任,先做个诚信的人,要想得到尊重,先学会自重。 你有多努力,人生就有多精彩。 最终决定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的,从来都是你自己。 一个人最大的靠山是自己,一个人最终的归宿也是自己。 困难靠自己解决,才能成长,钱靠自己挣,才有面对生活的底气。 家庭靠自己经营,才能幸福美满。 酸甜苦辣,喜怒哀乐,靠自己经历,才是独一无二自己的人生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渐渐明白,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。 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恼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。 说句慧英红,大家应该并不陌生,不少人都被她精湛的演技所折服。 其实她的一生远比电影精彩得多。 年幼的慧英红,三岁就带着妹妹上街乞讨为生。 这样的日子,一过就是十年。 十三岁那年,在生活的胁迫下,她不顾家人的反对,成为了一名舞女。 小小的身躯,承受着超乎年龄的辛苦。 她每天刻苦练习,终于在一众舞女中脱颖而出,被导演张彻一言相中,拍摄射雕,一举成名。 此后,二十二岁的她,更是凭借电影长辈,获得了第一届金像奖影后。 可惜命运乖章,瞬息万变。 武侠片不复当年,文艺片开始盛行。 无疑她也身受牵连,事业开始走下坡路。 就这样,时代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,现实的残酷让她猝不及防,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,甚至企图吞药自杀。 幸运的是,最后她被救了回来。 死里逃生的她后悔不已,怎么就因为没有工作,想不开呢? 后来她积极治病,报考大学表演,重新学习表演。 游走于各种角色中,一次次用演技征服观众。 时隔28年,重回巅峰,站上最闪耀的领奖台。 她用精力告诉我们,人生是一场马拉松,度过去再回首,经历的苦难都会成为你的礼物。 人生海海,难免会遇到坎坷和困境。 当你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,别对你的人生心生怨恨,更别被命运打趴太久。 爬起来,拍拍身上的灰尘,重新向前出发。 尽管岁月城有辛酸苦楚,但我们努力了,总有方法度过。 任何时候,靠自己才安心踏实。 于华说,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,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。 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不羡慕,不嫉妒,不激不躁,不卑不亢,靠自己的努力,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 你会慢慢过上你想要的生活,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 你就是你自己的贵人,风生水起,全靠自己。 与朋友们共勉。 今天分享到这里,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。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感谢你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